然後見不到女王 見到我們兩個肥仔 先道歉 因為女王抱揚大家都知道 有少少工商意外 唯有請少少減出 今晚也影響到我們節目 遲了半章 先道歉 不好意思 我們也不想的 稍後這些調整如何 趁大家的時間就盡快公佈給大家 話題就不變 如是我聞都是講一個很精彩的宗教話題 事實上我叫多多包涵 譚博他是主角 不會 我們多說香港的人 今天一開始先說什麼叫阿里安人 有一支叫伊朗阿里安人 創作了一個叫拜火教 又叫謙教 又叫所羅阿斯德教 但不是叫福明教 小說裡面的 那個教也叫明教 明教是對的 明教是中國式的 拜火教 牽教 所羅阿斯德教 正確的講法應該是所羅阿斯德教 因為事實上不是拜火 火是附屬 是衍生出來的 創教就是這個名字 所羅阿斯德教後來就變了很多變種 有一支入了中國的那支叫明教 有一支入了中國 跟明教炒了一碟 叫做摩尼教 但是我們今天講的主要不是講這支 你也不是講書說 我們最主要講下半部 原來有一支 在七世紀八世紀被伊斯蘭教打到混蛋 走難走到印度 公園七世紀 走到孟邁 孟邁就還有幾十萬人在這裏 法師的名字都是波斯的陰頁 沒錯 今天就是波斯人 我們廣東也叫他們巴斯人 跟波斯差不多一樣 為什麼叫巴斯呢 因為他們又不是我們一般中文意義的波斯 因為他們是波斯走到印度的那一批 而且那批後來都將印度當祖國 同化了 但宗教卻沒有變 所以我們廣東人特意跟波斯人 因為波斯人都在唐朝的時候來中國 經常來中國的 廣州住了幾萬 所以 我們叫巴斯人 巴斯人來到香港 我想很多香港人都有名的 有幾個 但是香港現在有可能分不開 就是多少個摩托叉 對不起他們是另一隻叉 他們就不是那些叫做 他們叫做白頭髮 因為他們頭髮都用白布的 不過最令我們廣東人之所以 熟悉的 就叫做大耳洞 大耳洞是典故的 因為這班人本身是傻口泰 做生意 匯豐銀行又有分 去建立的 現在香港人最傻的 是勒敦寺醫院 摩地道 很多人都不知道 原來他們是巴斯人 記住 巴斯人這些拜火教 他們最後那個字 JEE的 字 你一見到什麼字 什麼字 那條一定是拜火教的 巴斯人 香港好幾條馬路 紀念那些層 他們開埠也很大功勞 其實不是說大洞 不過現在說回開頭 這些人是拜火教 或者叫做軒教 索羅阿斯德教 其實是什麼呢 怎麼說呢 他們其實是 很古老宗教 其實就是宗教來說 大約公園 前 千多年 七世紀 不止 因為現在根據 希臘雲的記載就說 是在波喜戰爭之前六千年 但是有人懷疑寫錯了 還古老 不是 是沒有那麼久 沒有那麼久 沒有六千年 我記得 最後呢 怎樣呢 人們考據應該是公元前 大約一千 一千年 到一千一百年之間 因為那時候 波斯已經成立了 叫做一些王朝 這個王朝是什麼人 建立的呢 就是亞利安人 其實亞利安人是什麼呢 是白種人 高加索人 高加索人 這一種人大約公元前 一千五百年 他現在大約 三千五百年前 就出現一次大千太 分三支人 馬倒爛 就是南下 這支人本來住在黑海周圍 即是現在伊朗北部 俄羅斯南部 和土耳其的 黑海沿岸 高加索山區 是的 有毛運動 現在留下當地最古老的一支 叫做亞蘭人 那支亞蘭人 前幾年 發金一別 斯蘭小學 爆炸事件 炸死一百幾二百個小學生 就是這支亞蘭人 留在這裏最古老的民族 就是那批 其他全部都散開 最糟糕的那支 來了我們中國 是不是叫糟糕 是糟糕 最艱苦 是糟糕的 他們帶了公元前一千年左右 來到我們中國的新疆 甘肅 甚至去到現在 我們叫內蒙之治治區的地方 建立了一大區 我們叫西融 或者犬融的國 其實犬融 這些融 其實西融 就是這些人 他們是白種人 所以你去現在新疆看到的那些美女 為什麼這麼美女 小河公主 那個叫小河公主 刮得出來之後 發佈金頭髮 眼睛就沒有了 看不到 但是白皮膚 高鼻樑 高鼻樑 小河公主就是新疆出土的其中一個 木乃伊 保存得非常完美 眼睫毛也看到 沒錯 毛也看到的 為什麼 因為那裡天氣乾燥 極度乾燥 他本來有一條河在旁邊 在河中間 因為高地 高地就樹了白羊木 胡 就是墓碑 胡楊木 他們是胡楊木 還有很多層 是的 很多千元都積出來的 結果 這個屍體起碼三千年 結果他們很倒楣 向中原降衝的時候 就被撞到秦木工 被秦國打到那個混蛋 秦國滅了八個肉絲 西庸國 才是強大的 所以結果一直在秦國打 打到甘肅 所以甘肅後來也變成秦國的地方 但是打到某個地方就停不了了 就是古代的烏宣國 烏宣國的 本來其實都是白種銀 但是他們就糟糕了 秦朝滅亡了 就出了一個匈奴 匈奴 匈奴 又撲一次 匈奴 殺了王 就拿著頭來 喝酒用 就走爛了 就趁現在 新疆的烏宣古道 就走走走走到北疆 走到現在蘇聯哈薩克那邊 就是先向東移 然後打到仆街 然後回到中國 一仆街就走回孤國 很淒涼 很淒涼 這次從黑海 經中亞世界 現在土庫曼、哈薩克 烏宣別克過來新疆 好像還未研究到宗教模式 他們的宗教暫時不知道 會不會都是類似 好像拜佛教那類 我們現在只找到 這支阿利安人 在那個 樹那些石人 有石人站在那裏 撻人在那裏 石碑 這種崇拜跟 英國古代巨石鎮 差不多 應該就是多神崇拜 重拜日月星辰 因為古代阿利安人 有一支 西支最威風 現在 歐洲的白人 後來美國 那支 打下去就把現在 巨石鎮的古澳文化 全滅了 最後未被滅 是愛爾蘭和威爾士的山區 還有蘇格蘭 最遍遠的歐洲地方 這些叫做 Doluit 那個教的 Doluit應該是中文 都老一教 沒錯 這班人就慘了 反正原來 歐洲的原住民 趕到又不遠 那班人是紅頭髮的 那班人不是金頭髮的 這一支西支 現在 阿利安人最威猛 但是原來還有一支 阿利安人是金頭髮的 是的 金頭髮白皮膚 綠眼睛 現在還有一支 東支西 還有一支 東南支 東南支 其實現在 你說的偉大曾經偉大過 但是現在是很厲害的 這兩個 比較近黑海 伊朗 真的是波斯 真的是波斯 然後 從波斯跨過阿富汗 經現在的印度河 五河流的澎澤 龐嶽普薩 龐嶽普薩 一直打到印度的土著 達拉維人 叫做塗皮羅族 打得很慘 現在還保留了 純種當然印度人 就是南面 黑黑的那些人 所以你發現印度北面的人 是白皮膚的 我們叫做白叉 白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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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叉 就是摩羅的那支 是摩羅的那支 怎麼說呢 就是 雅利安人 東南面這一支 建立了兩個大帝國 和兩個主要宗教 一個就是現在我們所謂的拜佛教 另一個就是印度教 現在再從印度教 不是印度教 婆羅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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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演變成佛教 佛教再變成印度教 這樣下來 印度教就走一條龐枝出來 就叫做石刻教 很後期的石刻教 是呀 最近五六八年 紮頭而已 金廟 金廟 所以你說 這幾個厲害 真厲害 他們這批 雅利安人 這三支人 除非洲沒有去之外 打到亞洲 印度 歐洲 打到美洲 所以當年這個納粹 借這件事大做文章 又叫做 偉大的總先民族 當然 那些 穿著附會 不少 但說回正題 雅利安族 很多偉大民 我們都沒有大民族 主要宗教 現在有幾隻 第一隻 就是印度法明的佛教 第二隻是印度人信的印度教 第三隻就是 伊斯蘭教 第四隻就是猶太教 第五隻猶太教已經變成基督宗教 又分三敗路 一隻是天主教 一隻是東正教 一隻是新教 對嗎 當然還有一隻是未死得了 不過這輪大搬遷 那一隻叫做 警教 壞 被伊斯蘭國打到壞 每個都走爛 敘利安 伊拉克有警教徒 因為我有一個 唐朝也有警教碑 我當年有一個 我有一個學妹 也有考身份 就嫁給伊拉克人 伊拉基督教 警教 都爛了頭 也不是 有人跟我說 伊拉克是伊斯蘭教 十月派 我說不是 伊拉克有三種人 很福神的 又有信尼教的人 又有信十月派的人 信尼教裏面 走過富爾德族 跟著還有一些 伊斯密特教 拜佛教的分支 然後跟著還有一些 基督教 基督教叫東方教會 東方教會除了警教之外 而且還有幾個古靈精卦教會 我們叫敘利亞教會 基督教那裡最早發源地 反而比羅馬教廷更古老 應該如此 羅馬教廷如果真是追溯到彼得 當然他贏了 但是彼得有個弟弟叫多瑪 東方聖人就叫多瑪 所以耶路撒冷以東的教會 其實全部都是聖多瑪發展出來 包括警教在內 他們全部都是聖多瑪為祖師的 所以說起雅利安族 所衍生出來的宗教 真是很少 而且還有 其實你問猶太教或者基督教會 有沒有差別人 是有的 因為他們有差別的 是直接差別的 為什麼呢 但是基督教我們對聖經舊約最先的五篇 叫做《摩西五經》的研究 其實《摩西五經》 是什麼時候編的呢 就是被尼布甲尼薩 滅了猶太國 即是巴比倫的王 是 捉了巴比倫的王 然後 聖經原來最早的章節 是在巴比倫 在公園前六十年左右 真的很厲害 後來 波斯大帝居老士 打沉了巴比倫 發覺猶太教信的東西這麼有趣 放棄了 放棄了 重建國 有一個說法就是胡抄 有一個說法就是胡抄 但是據我所謂應該是猶太教抄 這個大火教 大火教 是的 很有趣 包括他的主神三位一體 還有 主神 是一個 是一個善神 光明神 時時是要火 或者閃電 顯示自己 即是摩西拿個十戒的時候 抄得很厲害 你有沒有說錯 當時這個 所謂拜佛教起源的時候 那個概念 他總是有太教的 宗教概念很有趣 當年其實 那個年代 附近周圍都是多神 凡神 精靈 他都是兩個神 善惡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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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下不是總宗教都有 只是一個主神 主導了 這裏我拿一本最古的經文 值得研究 值得研究 叫波斯古經 叫阿威斯達 本身就是 快火教的 叫做一個 他最古老的部分 公園是1300年前 即是3300年前 三四幾年 你看到 他言論 主神叫阿虎拉 麥斯達 麥斯達這個字 不是日本的車 日本的車名 是來自波斯的主神 叫做 Mazda Mazda 所以你看到日本的 Mazda這個字 其實是日本人 取波斯的主神的名字 即是不敢來的 萬事達 夠不夠笑我呢 很夠笑你的世界 但是這個宗教過癮 早期已經發展出一種 不是泛神那種 人格化的東西 很抽象 光明與黑暗 即是創造語的位置 還有善和惡的對立 然後 善神培養自波 靈出來 經過很多很多困難 終於征服了黑暗 善 還有抹世論 善惡大戰 你說抄了 然後 最重要的抄什麼呢 就是說善神和惡神 要分三個三千年的 然後 第一個千年的準備 第二個千年 就是惡鬥 第三個千年的勝利 勝利之後還有一個末日的審判 所以說這個 猶太教的抄襲 那你說猶太教有沒有都沒有 因為這種概念 當時沒有後來有 你看得到 人家一千三百年前 已經有這種概念 猶太教什麼時候才形成呢 是到巴比倫 拼了這些東西出來之後 就回去 重建猶太國 波斯釋放他們離開巴比倫 重建猶太國 所以在聖經裏面 很感謝居道士大帝 另外還有一個概念 如果我沒有記錯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談不可以去糾正一下 當時的而且還在一個 奴隸制社會 但是這個拜火教 是最先打破奴隸制度的 沒錯 他是認為人人平等的 這個當時是 劃時代 從來沒見過 所以我們現在 不知道人人平等 還有 連女人 嫁誰不嫁誰 他有自由的 沒有強迫的 沒有強迫的 當時全宇宙 第一次 有女人可以有 自主婚姻權 大家記住 尤其是香港的 港珠 經常接受了很多 洗腦的教育 很 很典型化 很典型化 理解了這些 所謂 古老宗教的形象 一大堆東西 其實有很多都是錯的 如果你說 以那個人的 平等權利來看 抽象的宗教觀 不是人格化的神 來看 甚至是你那個 自由的概念來看 都是劃時代的 為什麼呢 他也解釋當時 為什麼波斯打贏了 巴比倫之後 居然會 放了猶太人 就是因為 他認為人人平德 在波斯的古宗教裏 是不可以有奴隸的 是呀 他打贏了 放了奴隸 因為他認為人 都是靈體降世的 善良的受造物 是的 靈體本來 那些小朋友 跟大主神 Master 住在天界 但是Master 那些小朋友 就認為 那時候還沒有人 有一個牛神的 說法 說我們在人間 被一個惡神 這個惡神叫 Aricaman 很慘 救我吧 於是 找靈子來 人類的精靈 或者靈體 主動說 我們要落人間 幫人打 然後靈體 然後靈體 就先入樊間 附在人肉體 皮膚與血肉 即是天與地的結合 對 對 才有九千年決戰 出現 你想想 以前 猶太教哪有什麼 各位觀眾 我們貓主持 有一點意見 有意見 我覺得貓主持很不幸 靈體的狂狂就變成貓 他們再歌格 被人類再歌格 反映 他們 最後就是 廿然平靈 不觸動 因為所有人都是靈體的狂狂 所以這個不是就是 猶太教 天主教都有很多抄的 就是這樣 因為他們認為人的所謂 特性就是 上帝抄出來的 有靈魂 是吸引主神 是的 所以你說 他的神 他是叫一神的多神論 除了一個主神 曼仕達 曼仕達之外 他是有三十到三十三個主要神 那就是衍生出來的 衍生出來的 首先衍生六個 一個加六個 這七個最重要的人 幾本拜的 下面還有十幾十個 有些是代表山川 有些是代表河流 有些是代表下雨 不過最神聖的代表火 光明 太陽 如果那個 馬仕達 沒有空 就找一個 拜火 他要盼火 這陣子 不下雨 就拜水和雨 但是也有 衍生出來的形象問題 有很多人以為 都是假如野蠻 天壯的時候 不是不是 反過來 他們的火是神聖 不可以來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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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才有天壯 天壯是怎樣的呢 首先擺在太陽光下面 曬幾個月到一年 曬乾了的人 才擺在塔上 塔是外面很高的 圓形的石塔 是 但裏面是空心的 是一層一層階梯 將人衣服剝了 就躺在那裏 給那些鷹來吃 但是現在出現 很嚴重的問題 真的不夠鷹 原來曬曬最近 這幾十年 特別是 49年之後 打完仗獨立之後 拼命工業化 那些鷹吃了有毒的肉 就死了 死了一隻鷹就不可以吃鷹 死了一隻鷹就不可以吃鷹 自然界的破壞也不平衡 而且搞到孟買膠 那兩座拜火膠的塔 吐了一堆屍也不知道怎麼處理 沒得處理 一定靠鷹 他又不可以燒 又不准土壯 因為泥土也很神聖 還不應該將屍體污染他 其實很環保 是非常環保的 其實都是很先進的 其實那時候我都說有個方法 應該 但問題是你的方法是殘忍少少 有些屍 所以就委託我們中國當港 就運到西藏就搞定了 即是外判 外判給西藏 外判西藏的天藏 又是他新鮮做的 不是 他的先藏都不重要 他不新鮮的鷹都吃的 不過問題一下 幾百條絲 是處理不切的 處理不切的 處理不切的 現在搞到塔裏 幾百條絲都沒人吃 所以這個自然界的不平衡 就不單止影響到很多 其他的生物 影響到少數宗教 沒錯 現在慢慢交給我 我看過一套紀錄片 不知道是Discovery Channel 現在頭都很癢 又不能夠堵貌 又不能夠火葬 天藏是找不到麻鷹來吃 吃 那怎麼玩呢 因為你送的有麻鷹的地方 不過天藏是不同的 西藏 西藏天藏另外有天藏師 是處理分割員 類似我們香港有牌的牛肉分割員 他要快些給他吃 他是專門把人的身體解剖 砍一塊一塊 然後餵他吃得快 所以他 西藏天藏師通常的天藏牆 遠離城市或小鎮 在山上 反正比較近野生動物 就不給人看 遮住的 我們去看都是遠遠地看 遠地看 隔著對面山 沒錯 因為他都是神聖的 歸天的過程 所以 拜火教千萬別人都是野蠻 香港這些人受的教育 太過接受某一套固定的思維方式 並沒有在查問底研究這件事 別人有一個深厚的背景 只不過是我們看到某些形象上的東西 跟我們習慣很不同 覺得別人的野蠻 最傷的始終都是 香港受的教育 都是西方傳的 那一套 近來就算上一套電影 《戰亡300》 描述波斯人都當他們是野蠻人 很後面的 很後面的 有個鼻環 扭曲扭門 裸體的 身上擺盡了 不知古靈精那些東西 實在不是這樣的 這套電影 伊朗禁了 當然啦 當然啦 因為固自然 你醜犯人是民族嘛 醜犯人是民族 還醜犯人是宗教 所以你沒有辦法 問題就是 我們那個主流媒體 就不會留意其他東西了 就看娛樂 你不要說 你看穆乃伊傳奇 不是一二三集的 內容都寫錯了 你知道他章然 埃及那個 最偉大的建築師 就是金字塔的建築師 就是裏面的祭司名字 都離開了大譜 抗議就禁錄了 好說 那個女兒跟別人的老婆的名字 都交換了 Anna Kanasau 沒錯 Anna Kanasau Anna Kanasau Anna Kanasau 其實就是淘汰高門的老婆 然後是一個妹 又炒了一碟 他就博你不認識 你認識的就只有笑 你真的戀了大譜 不認識的就覺得很欣賞 很過癮的 你認識的就只有笑 笑在地 其實那個祭司就是 埃及最偉大的建築師兼祭司 是他法連金字塔的建築方式 是啊 是啊 他覺得戀了大龍 算了 搞什麼鐵舞踢 鐵舞踢是不是 是呀 連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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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帽子還帶著殭屍走 好像我們那些茅山道士 湘西趕屍 那樣 戀了 就將 Sumbie 西蘭殭屍 插在一起 算了 我以前常常有說法 大國三民主義的諸如此 其實我覺得這東西西方人有問題 一拜火的時候這個宗教 如果你就一些 高級宗教來說 就是人類歷史第一個出現 的確是 是先出現了這個高級宗教之後 才有後來所謂的印度教 衍生出來的嘛 有些猶太教 有些伊斯蘭教 所以聖經那一套 其實有很多 就算是舊約也好 你也是 你也是 重建以色列之後 再重寫的一套 你都已經爆了出來 明知炒誰 我和你講 地天 猶太教 一神教傳統 一開始不是信一神的 因為我們看回聖經裡面的記載 以及關於聖經的考古 其實最早 猶太人的祖先 其實是巴比倫人 巴比倫一個成綱 烏爾一個人 叫阿巴拉罕 他跟著發生什麼 發生談 就帶著楊丹麥老婆 去了阿蘭 去了阿蘭 最後去了希伯伦 最後死了 希伯伦 遭希伯伦 他最早在希伯伦的地 都向誰人租 向那些 黑提人 現在的西台皇國 現在的土耳其的帝國 對利亞 是土耳其 土耳其 散距 安卡拉那邊 這個黑提皇國 當時的領土 是整個黎包連巴勒斯坦的 埃及的領土未到那裏 兩個人打來打去 有時候埃及領土 有時候黑提領土 有時候埃及領土 有時候埃及領土 西手 反而打來打去 他只是在那裏暫住 當時有很多原住民 聖經叫加南 又叫做 巴勒斯坦 為什麼叫巴勒斯坦 其實有個名字 原來原住民叫 菲利斯丁人 海上民族 菲利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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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住在山區 聖經叫菲利斯丁 在海邊叫菲利斯丁 菲利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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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都是同一件事 同一件事 同一件事 反而重的 同一件事 猶太人進入時 最初住了一堆人 寄居 後來因為他發生了大饑荒 一堆人走到埃及 所以猶太人除了閃逐血統 又運了一些黑皮的 瓦利安血統 當然是走到埃及 埃及的黑人 不經過這些血統 所以猶太人的民族血統 從來沒有純正過 是 你會說 你怎麼看都知道 的確是這樣的 沒有可能會有純正血統 是不可能的 另外你看到 阿拉伯的祖先 阿拉伯的祖先也是阿巴拉罕 不過取了一個妾侍叫夏甲 生了一個大兒子 叫葉布拉茲 夏甲是埃及的女傭 港南希奸了一個女傭 做了妾侍 生了一個大兒子 後來才跟他的原配 莎拉 生了一個正室 就是華泰人 所以大家是跟他老爸 幾個人有天打到混蛋 沒有辦法 所以你用血統來說 中東很難說 反而就是他的宗教 價值 事族 可能相關會比較大 所以你看到 國賢歸正主 這個拜佛教 他其實是很慘的 到了差不多 公元七八世紀 其實他有兩次 兩次大災難 第一次就很混蛋 就被阿里山大堤 阿里山大堤 跟阿里山大堤 真的是誇張 結果從希臘半島萬里長征 打到他的首都蘇薩 然後再打到波斯波利斯 一百瓦燒皮 結果燒了這本書的原版 這本書的原版 其實有四十幾萬次 結果被阿里山大堤 一百瓦燒賣 那些套書館也燒賣 所以當時波斯人 希臘洋是野蠻 其實希臘洋是野蠻的 沒辦法 一百瓦燒了 是的 這個羊皮 用羊皮 他用這個抄襲 這有記載過 他其實 分為二十一卷 就是公元傳五百年的 波斯亞契米尼德王朝 由二十一卷 八百一十五張 用金汁抄襲一萬兩千張牛皮兩年 一式兩份 一份就放在神廟裏面 結果 拜佛教神廟圖書館 結果一夜就燒了 被阿里山大燒了 另一份本來 就放在另一圖書館 誰知 就被阿里山大爬了 就拿走了 立法希臘 然後不見了 應該不是不見了 據報罪後 就送到阿里山大圖書館 但阿里山大圖書館 就被另一班野蠻人燒了 那叫羅馬人 哈哈哈哈 唉 這個原版 他翻了一層希臘蠻根 原本燒了 所以這件事很搞的 後來到薩山王朝 被滅國 公元331年前 331年 比我們秦朝同一中國 前一百年左右被滅國 大約過的時間 後來什麼時候又復國呢 公元二、四年 就出現薩山王朝復國 重新又編過了 結果大鑊了 編過了之後 中原651年又被伊斯蘭教 又輪到伊斯蘭 結果就真的跑到印度巴士人 是的 然後印度巴士人帶著走路的時候 殘缺不全 所以現在這四十多萬次 經過兩次滅國 就剩下這本版本八萬次 哈哈 都很後悔 歷史考古還有一段時間 如果法國內對章節都很短 有些章節如果跟北斗七星 七個神節的壞裂 七三二十一 有時水神的章節 就差不多土神進入去 有些火神的章節就差不多雨神進入去 走爛是這樣 沒辦法 弄得很短大龍 有些很明顯是自己老作出來 跟前面的語言都不同 沒有辦法 即是現在他裏面只有第一章 薩格這一章 正式的波斯文 的而且那個阿力山大 你不能不說他是野蠻人 他真的追殺到滅族 一直追殺到印度 旁車鋪 正確他這樣說 他追到後來 波斯王被徐曹 殺了 在奧富汗 殺了 然後打到奧富汗 他覺得印度還有一些 而料到 覺得 順手 順手 近近地下去 打完他再算數 當然後來他打到印度 撞到摩蝦陀王國 打個平手 平手 頂不住 其實那些平手 只是偷雞 摩蝦陀王國 其實當時 有十萬大軍打了三萬人 其實理論上 摩蝦陀王會贏 都算是阿力山大九疆 那麼少人打了那麼久 三萬打十萬 還打了那麼多年 之後 結果後來一打 不錯了 和約走路 然後 他走的時候 坐船走 不敢走陸路 走陸路的話 如果再經印度河北部 阿富汗伊朗 他會被人截擊 又打回頭 他坐船貼著海岸 經海邊去 有法拉底河口 再回巴比倫 最終病死了 33隊 幸好 他好運 不然又不知道他燒了多少 他好在 早死了 因為有些是很瘋的 亂來 後來他的阿力山大帝國 被拆成四個 四個將軍拆了 最瘋的就是 回喜劣的那張軍 把老母殺了 他的兒子就殺了 最文明的反而去了埃及那邊 是呀 有帕納麥王國 帕納麥王國 帕納麥王國 所以用阿力山大的名字 建造那個城市 用阿力山大的名字 建造那個圖書館 就叫做最文明的那個 結果又被後兩個 很不文明的那個 羅馬 海撒洞 海撒洞 蓬佩 蓬佩打仗 一堡火燒 整個古代的智慧 被這些軍閥一鑊炒 有時候很難不定 沒辦法了 現在一個大課題 要做歷斯研究 很少人 起碼很冷門 去研究波斯拜火教 拜火教現在分為三支人馬 第一支人馬 不知為何伊斯蘭教 還勇允許拜火教的總壇 在伊朗東部的一個山區 還有一個火盆 火到現在三千年都未滅過 據報 有聖火的火種一直都帶著 走南的時候帶著火種 現在總壇是伊朗東部 還有 伊朗的國家即使伊斯蘭受益派當權 都說到要保護他 因為 原來 古蘭經講得很清楚 所羅亞斯德都是先知之一 包括摩西、所羅亞斯德、耶穌 都是我們的先知 我們要專做這些有經之人 即是要有經之人 即是有本經書 是的 所以他們是相對來說OK 給伊朗保護的 但是慘了第二支就住在 敘利亞和伊朗北部的那些 那支叫伊斯蘭特教 那支伊斯蘭特教 有二十幾三十萬人 現在殺到 連流亡死剩十萬 而且全部現在躲在哪裏 那些女兒也被人強姦 那些男子也被人殺 打靶 砍頭頭插在欄杆上 所以這次大逃亡死了十幾萬 整個伊斯蘭特教的族 二十幾萬 接近三十萬人 這次到伊斯蘭國動手 這次伊斯蘭國動手 死了十幾萬 這班是狂人 結果一批都要向南邊走 走到巴加特附近 但是更多是 往富而得俗的三驅移 準備 一不通就閃到伊朗 這一支是最慘的 沒辦法 原來還有第三支 這支是甚麼 就是巴斯人 我們今天主要講的重點 都講這些巴斯人 跟香港真的有冤言 這班巴斯人 哇 比斯蘭國動手 混蛋 走難 一路走 從波斯 即現在伊朗 一路經過富汗 經巴基斯坦 一路向南走 你知道回教徒是一路追殺的 是殺到現在的印度河流域 即現在巴基斯坦 全部都是回教徒 那裏不然怎麼辦 就逼著載到南下 最後走到哪裏 就走到現在的孟邁 因為孟邁本身來說 從葡萄牙 在孟邁南部建了 果牙之後 就帶旺了孟邁 他們很多人走到孟邁和果牙 果牙現在是基督徒地區 基督徒但是你做生意不理你 基督徒有一樣好處 你又不會逼人信教 他們賺錢而已 我蒲國佬千里條件 沒錯 坐船三萬里來到印度 我理得印度教徒也好 佛教徒也好 拜火教徒也好 拜火教徒也好 你幫我銷售東西 就買到香料 我就做生意了 所以現在全世界最多拜火教徒 不是在伊朗 又不是在中東 而是在印度 印度 這一族的分子叫巴斯人 起碼印度也容納得諾 印度的好處是怎樣呢 印度的憲法寫得很清楚 只要你信不同宗教 他就將他列為一個民族 以宗教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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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語言為似 你知道有一個不同的語言 所以印度有三百多個民族 以語言和宗教加分 有三百多個民族 其實是合理的 有八個主要地方方言 但只有一張公分語言 就是英文 就是英文 因為你用哪種語言都擺不平 你用南部的馬喇巴文 我是曾加羅人 我就不老禮 你用曾加羅語 我用北軒 興都語 北軒的語言不老禮 你有北軒是興都語的 我用石黑語言不老禮 他們有八種主要方言 沒有人擺不平 都是英文 唯一一次擺不平 同一個人 大英帝國 其實蒙鱷兒帝國 阿卡巴都沒有同一個人 北印度 只是同一個北印度行河流 去到南印度 德干高原 甚至南印度 馬達埃斯 果雅 都完全沒有同一個 現在班加羅爾的地方 都不是蒙鱷兒 所以整個所謂印度 大陸上的整體 一次零一次 就是英國佬 英國佬19世紀 一直到印包分子 200年 現在就拆成 三個 一個就是印度 一個是巴基斯蘭 一個是盟加拉 另外 斯里蘭卡 變成了幾首 陶國佬第一首 荷蘭佬第二首 英國佬第三首 但是英國佬很準確 特地橫開 橫開 特地不讓印度 大陸都黏起來 兩個不同的行政區 來的 厲害 港口來的嘛 很重要 另外最特地用去蒲國佬 在那裏有三色雲地 一叫港亞 一叫迪烏 一叫大曼 最出名就是過亞 這三個1962年 尼克魯總理 被我們中國打得複塌 對中國打不贏 那怎麼辦 你蒲國佬很複塌 粗幾萬部隊進去 就說恢復失地 先說明是鑑粗來的 我問你 印度一九四幾年 立國 蒲國佬在那裏有殖民地 比澳門更早 是啊 是1509年成立的 1511年成立馬洛甲 然後1520年來香港屯門 然後1557年建立澳門 你老米人的殖民地組了幾百年 你竟然把這個地方壞了 自古以來 從來的民族主義者都是說這件事 把這次鑒衝來 現在收歸國佬之後 當時又沒有說一國兩制 有一個兩制要實踐 實踐他是有所謂憲法保護的 憲法有13個自治區 高度自治 包括法屬馬德拉斯 包括帝烏 達萬 港雅 到最後都是粗兵進來的 全部都是粗兵進來的 還有錫金 錫金本來是西藏大蠻拉蠻的附屬國 以前叫詹曼雄 現在後來收歸國的第27個 印度最後一個行省 所以說什麼一國兩制 過華搞成什麼樣子 那又不是 印度一國兩制 是比香港一國兩制更好 因為印度是多神崇拜 多元宗教 多元種族 中央基本上都沒有什麼 那幫人家產 華盛印度也叫民選政府 有所制衡 英國法律留得低 很重要 司法獨立 它是27個省 13個自治區 中央直屬自治區 中央直屬自治區 雖然好像港雅一樣 旁邊的省包池 還讓了一條路 給港雅的船 港口嘛 靠港口丟命 原來港口 中間都缺 中間都缺 這一條通道 這麼窄窄 國際法院判決 要留一條通道 給港口出海 即使是印度領土 但是要留一條過路權 給英國習慣法 這是英國習慣法 剩下了一點 英國的習慣法 這是真的 你想想 香港一國兩制有沒有說給我們香港人 搭橋出到外面 跪山島 跪山島 只剩下深水港出海 沒有 沒有 是不是算了 沒有 還有 印度那亞的市長 一人一篇選出來的 直選的 還有選出來的人 不是印度人 是蘆國和印度 混血的蘆國土生 知道嗎 搞笑 那些公民定義是這樣的 香港如果選個蒲國土生出來做特首行不行 選個英國土生出來做特首行不行 不行 是不是 是不是 二十二條或二十幾條特首 一定是中國公民 中國公民 我也是 你沒辦法 當時的條件是這樣的 你看得到的 不管怎樣也好 你說一下 別人真是一個兩制 一人一票選市長 議會 全部一人一票選出 百分之百幾十個議員都是 本地人 本地直選 雙直選 行政仰公的直選 議會全體的直選 還有最重要 他的法院 又是不受你 行政長官的古靈警察搞的 是宴布魯的 司法獨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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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德里最高法院的 地方兩級 一級的地方 另一級就是 中央 高等 第三級就是中央 人家是這樣 而在印度司法獨立 經常都是總理書 他真的是獨立的 總理經常打官司書 當然 禁地還沒有搞政治之前 他是律師 這些事務不來 沒有辦法 人家印度才是一個兩制 我沒有客氣 自古以來是一個兩制 體會自古以來 你看佛祖的阿含經 長阿含經 中阿含經 裡面曾經說過 當時北印度行河流域 有十幾個主要城邦 其中有幾個城邦 我對不起 行政長官和義父 都是一條說出來的 所以你都罰了 二千五百年前 因為他是央家國 你都叫傻 你想想 人家祖祭 一早也就是這樣 人家有民主 所以印度民主義的中國 是這件事 什麼叫文明 現在真是 很多 中國古代應該 其實是有過民主的 你看 蕎揚制度最典型 蕎揚 肯定是 貴王的名字 不要理會他所謂神話 還是不是神話 起碼我覺得 他反映了某一段時期 士族部落聯盟 選首長的時候 都延續了一段時間 因為那時候你去戰國 還有國人這個身份 國人還有公義 結果夏朝 就做壞的頭 夏語本來傳給另一個人 為什麼那群人聽說 就不擁護他 全部湧到兒子 阿啟 阿啟 立了這個 動署之後 他後來搞了一個 朝代姓夏 叫夏朝 跟著父傳主 或者是兄傳帝 就不是公推 以前年來的 蕎揚都要公推 要開會 要開普洛聯盟大會 要集會 起碼大家人選出來 起碼大家不反對 你怎麼知道 現在香港 全香港都反對 六八九 不然我不經就 六八九 我還要連任 現在上月水風升上來 找個原任 是不是 再加上巡始皇 公元前21年 更加 法家 中國人對於民主 沒有記憶 四千年 洗腦 但印度不是印度 整個歷史 這個 過癮在就是 正如你說的 人家保存到的多元化 滅不了 某些聲音 民主的記憶也好 沒有那個繼承 總有辦法可以 撕出來 伊朗也是 現在古代波斯 他本身的帝王 雖然是帝王 傳下來 但是他也沒有認為 帝王本身 一定是要 付全主 傳白代 因為他根據拜火教教義 甚至後來伊斯蘭教 吸收了這個介火教 叫做引動的救世主觀念 不過他的名字叫做伊瑪姆 即是他也認為 如果皇帝 得不到神召 得不到這個 calling 萬事达 這個神的這個 庇佑的話 你是沒有資格當皇帝 中國也叫做有少少靜 叫做天命 但是你變成革命概念 不是一個公推民主概念 從伊朗本身來說 雖然你看到 最後一次的 民主 是什麼時候呢 伊斯蘭教之後 中間變了很多皇朝 變成馬拉伯帝的那個行省 甚至十年後變成 賭伊奇的那個行省 但是你看到 他建立的皇朝 其實 專制程度有限 你看最典型的 巴勒維皇朝 這個皇朝很短命 一百年都不夠 英國佛席的 孔雀皇朝 不是孔雀 孔雀是印度的 巴勒維皇朝 巴勒維做 是19世紀英國佛陪席 然後20世紀就做了皇高 英國佛不管 就變成做了個和 做了個皇后 兩代和三代 就在79年撿了外套 真的 就被 阿雅圖拉 劉沛拉 康米尼 這個字我多倫敗嘔 哥美尼 哥美尼教士 那時候開始說原教旨主義 不是呀 你記住 哥美尼這個 神權政體經過幾年的動盪 到最後都是民主 現在都是 這個叫伊朗式民主 伊朗式民主 有篩選的 你記住 他的總統 一人一票選出來的 不過因為他認為這個民主政治 都是神所備後的 所以憲法規定是怎樣呢 就要由神 或者代表神的意志 這個阿雅圖拉斯 Committee 即是叫回教十業派 高級教士會 回得很辛苦 過來 譬如每一次他選了大概 是六到八個人提出名單 那麼 那麼過來是誰呢 誰的復活平時是講民主的 講美國好的 不信以斯蘭十二派的 有信尼界派傾向的 全部復活 所以一般來說 伊朗 通常只剩四個人來選 四個人出來選 又是兩輪選法 第一輪如果有人過半數 就當選 如果第一輪 沒有人過半數 就死剩兩件 再選第二次 即是排頭位那兩個再選 沒錯 那麼這些伊朗式選舉 其實是有少學法國的 因為法國有兩輪制的 是不是 但是他多了一關 就叫回教徒高級教士會 過濾 現在我們香港 中教過濾 我本人 是支持給這些十業派教士過濾 因為起碼教士 他們是這樣 他們未做高級教士以前是准結婚種生孩子的 但是做到某個階層就一定要讀生 而且他們不准有財產的 天天沒有事情做就在青春院裏面 讀經 一天讀五次 做研究 思想研究 還有教學生 這個水平 是高過我們 還有 很多是法國巴黎的博士來的 是當年庇護他們的巴黎 不知道為什麼 又有原因 這個哀爆鬼的哀巴黎 當年最主要庇護他們的教士走路 就是那個巴黎王朝 也試過一段時間 叫作相對暴徵 當時沒有很多人走路去法國 一是走到英國 他不知道 但是法國為主 所以他們的高級教士 每個法文都很濃烈 嘩 出口是成文的 真的 看起來是很high 如果有去過巴黎參觀其中一個 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是名勝 巴黎其中一個名勝 叫做阿拉伯研究中心 就在巴黎東面郊區 在河邊很棒的 去嘗嘗阿拉伯咖啡 但是裏面的館床 古蘭經的 那些真本 因為當年法國佬 文軒 說真是好死多 我和你說法國佬在拿破崙 正埃及當時 是帶了五十多個專家 是 跑到那邊拿多少算多少 他拿完了英國佬 才醒目去拿 最早是意大利人去拿 但是拿回意大利 那時候還沒獨立 還奔奔離職 結果拿回意大利沒有人理他 於是意大利人 跑到法國巴黎游泳巴黎 巴黎幫忙拿 把他拿到哪裡 給巴黎 所以現在館床最多的話 保存得最好 是巴黎 不是大英國衛館 東方部 我沒有騙你的 英國佬都是慢了一步 慢了一步 給法國佬立線 所以很多伊朗 伊拉克 敘利亞 阿拉伯 埃及 那些聰明 所以歷史上來講 伊斯蘭國去炸 巴比倫古城 那些 全部是仿製品 他重建 要做不好就仿 他原定重建 結果一般 清真文全部是巴黎和倫敦 大家想想 那時候哪個最先翻譯古埃及文出來的 又是法國佬 羅塞達 聖沙 聖波利安 羅塞達碑 羅塞達碑 所以法國佬的研究很深厚 所以不需要覺得奇怪 為什麼伊朗那麼多教士講法文 伊朗那班教士的過濾 這種過濾式的伊朗式選舉 我是可以接受 因為別人是嗨 問題是現在給北京人大會議 特別是人大常委會那班 阿姐 1988年可以跑人大會議 那些什麼課式 叫他們那班人人大常委會 過濾完 那個權力委任而已 不是他有什麼所謂學識不學識 要一半同意才准和 當然他是橡皮圖章 主要都是人大常委會 政治局常委那七個人決定 問題是現在看政治局常委那七個 你看哪個順眼 又是那句政治決定了很多 我唯一看順眼就是王岐山 因為我八幾年的時候 北京跑新聞已經認識他 他是教什麼走向自由從書 跟包中信 改革派來的時候 現在還是改革派 他沒有改革派來的 前年我記得他剛剛 習上台 有個事件叫 王岐山 戰書 推薦的書給人看 就是講法國人那一套 即是 舊世界 大家一定要看那本書 叫做法國大革命的 起源與什麼什麼 與舊世界 與舊世界 就是看得到的 你給政治局常委這班推薦特首 你就不放心 是不是 沒有辦法 你只看上一次 你只看上一次 你怎樣稱都好 都一定是唐英年 好過 梁振英 或者你不喜歡唐英年 你找到樹鹿何俊仁 都起碼沒有 六八九那麼便宜 你就是要任你六八九 怎麽算 所以人家的伊朗式 西選 或印度式的 直選 一國兩制 都是比中國人高 比中國人高 中國人高 是便宜了 現在打齊了國民黨 更糟糕 來了一件 三反五反 大躍進文化大革命 十七年都炒了 什麼都炒了 現在中國不是沒有好人的 你看民國那時候訓練出來的 好像我還認識這一批 我跑新聞的時候大概六七十歲 現在八九十歲未死的那批 個個都很high的 你看貴善林 親日正到暈那些 台灣的學統都還能留得到 是啊 沒有 台灣現在民進黨上去 又是出一堆流氓 所以 你這樣行貴 算了 當然阿扁 連這個前幕都逼死了 是啊 趕他不准收書樓 激死了 激死了 他不是激死 應該怎麽說 一個盲的老人家 住那間屋 你摸來摸去 是給他熟的 但是你一看本一間新屋 走路可能會撞椅 撞桌 就是你很不舒服 老人家轉了 就是盲了 盲了 你會濕落感 你住在那個位置 我們開眼 突然搬屋 都煩了兩三個月 是不是 睡了一張床 都不同 所以這些好死可惜 政治清算裏 令到很多時候 文化的精髓 都待遍無存 說起這個話題 拜佛教這件事 為什麽多感慨呢 因為人家是興奮的 這麽先進的問題 你想想香港當年最多 先講明 後來到1842年香港開埠 有些人從澳門過來 有些人慢慢過來 巴士 好像匯豐那個創文行人 是從澳門過來的 所以澳門到現在為止 都是一個白頭墳場 就是撞了幾十條絲 在這裏 這個白頭墳場 現在 就在哪裏呢 就在澳門 就是重山 卓宮廷隔離的 這個白頭墳場 我還上網看得好玩 他那裏呢 竟然有一個叫法斯拉人 上網 就說原來我老爸是守募人來的 我小時候住了二十幾年 後來才過香港 現在宣傳到澳洲 即守募人 這位小姐叫法斯拉 做職業是爬格仔的 他就說他是澳門住小長的家 他就位於澳門松山腳 叫做白頭墳場的地方 恐不恐怖你 他說他家裏就有墳場裏面 跟十幾個墓碑為輪 原來 他本身的家裏就跟墓地負責守募會 收了些錢 主要負責打掃墓地 然後他老爸建了一間石屋 他跟他老婆 後來兄弟姊妹都結婚搬出了 他老爸老母就不做了 就不打掃了 後來由於沒有人做這間墓 這個墓地負責的樣子是這樣的 他們的墓地負責跟我們中國人不同 沒有什麼鬼故說的 他們覺得是升一天 沒有什麼鬼故說的紀念碑 你看看 很古典 用石偉批 現在被澳門文化局 列為歷史文化遺冊 不准拆 現在歸誰管呢 歸香港拜火教教會館 定時每年 就差不多有些 香港拜火教的後人 就來拜祖先 香港拜火教的後人 你還看到那個墓頭在 現在 香港拜火的頭在哪裏呢 四大教門派 這些就是香港的歷史 還有伊斯蘭教 伊斯蘭教 五個 真是這個香港歷史值得去研究 你想 香港這東西跟我們一樣 很多元 沒有排除 完全沒有 設計上沒有 這五個教 如果在中東 我想你會打到 混蛋 但是香港這個神奇 從來沒有宗教衝突 天主教 斯特申教 伊斯蘭教 錫黑教 拜火教 五個武員 都在 就在斯托拔道山腳 的而且當年英國佬搞香港出來的時候 機會是軍等的嘛 有本事做生意 巴斯也好 華知你 回教也好 無所謂的 每個都對香港很有貢獻 他們很特別的嘛 他們也做到善事的嘛 這是很不同的 你是否對一個社區有認同 和會火落地生根 就不是在那裏賺了那些錢 反過來你回歸 多少給社區 很明顯看到他們 社區認同 香港這一下 他真是 根深替顧很多 所謂自稱香港人 這個白頭份座很好玩的 他回到白頭份座 拍攝舊居的照片 原來那個時候 沒有搏水喉 打個井 就用井水 很多地方用井水 重山的井水是很美的 我也喝過 很清甜的 現在我就不知道 多了樓 不過因為他是 差不多到山頂 所以那裏的井水 應該沒有什麼影響 因為那裏上面 就是一個叫做 以前蒲哥的軍營 就叫做 基亞山軍營 是鎮區 74年之後 開放了 變成家樂徑 變成家樂公園 家樂公園 沒有人住 沒有屋 沒有人住 只有一個廁所 但是廁所就是排水溝 很少屁毛 對 很少 不是 每次環山堡 之後也有山堡 都有幾百人 那裏都挺厲害的 沒有工業會議 不是弄一個遠屋邨 如果有井水 應該都可以 他說他小時候最喜歡 選擇墓 因為墓碑是白 是用大理石的 白雪雪的 是很涼的 很好睡的 他自小 大熱天使 他大熱天使 總是睡得吹風 哇 真好玩 花絲娜還挺漂亮的 有照片 就是這位花絲娜 我可能小時候都可以騙過他 因為我們以前 最初是 逛去墳場夜晚 逛去墳頭櫃 聽說 噢 OK 因為聽說墳頭櫃和蛇頭櫃 一天吸了陰氣 一天吸了毒氣 特別好打 為什麼好打呢 他身上有陰氣和蛇毒氣 就可以 嘖嘖嘖嘖嘖 其他都能聞到就不會走 根據我們打出的規矩 你一兩顆埋牙打 一個追著一個 走三圈就等於輸了 要圍著他 就是一個兜的 扔在一個兜上 然後 兩個人可以打 撩撩撩 那是老鼠毛 是 撩撩撩 撩撩撩撩 打到最後 很簡單 就是A追著B B不斷走 誰閃的 就兜著這個盆頭三個圈 叮 叮 叮 那時候 墳頭櫃就玩什麼 我們是否偷贏 我們是觸即觸 觸即觸 都會嚇 先說我們是很平等的 我們不單是去波斯拜佛教 觸即觸 我們又去基督教新教墳場 馬里遜 那裡觸即觸即觸 那裡陰森的位置 那裡陰森的位置 陰森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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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130多個墳墓 這裏只有20個墳墓 那裡有130多個墳墓 還有這裏是雲石 那裏有麻石 陰森的位置 陰森的位置 碑還在那裏 但是那塊碑 沒有人打你 那裏沒有碑 馬里遜那裏只有三塊平板 一家四號 睡在那裏 三個大的一個小的 因為他和他老婆 大兒子 還有一個 腰切的小兒子 那個 那個觀角位 就沒有碑 碑就是 亞里遜傳教的紀念 放在牆邊 牆邊碰到那個 那裏碰到那個 那裏碰到那個 那裏碰到的 那個碰到的 那個碰到的 通常就說 馬里遜來了 這裏收了第一個教徒 叫蔡高 第二個叫做 惡良法 那裏 但是 又提升一個位置 你真的去澳門研究歷史有趣 極有趣 去澳門第一次 我們那班記者跟他去 他就去基督教新加坊 嗯 彭定那個聖母 知道很多英國人 名人在那裏 取名的軍艦 那個艦長作 就是在舟山 不認識錯事 歐到弄了 就死 死在澳門的意亂 其實澳門當年香港的語言很密切 你都記得當年來華全界的傳教士 你當時香港還沒開埠 入去中國的傳教士 不可以 打到回府 就在澳門停 你到澳門就不趕來 是啊 是啊 根據當時那個 叫做什麼 皇帝的粗語 此地遭遇西洋人 一直收租 收到1849年 每年五百兩百元 租金 收到1849年 然後就不付錢 技術上來說 第一個租界 明朝的租界 是啊 明朝到清朝 都沒有改過 歷敦池這班人反正是從澳門白頭墳場 這批回來就走了 大部分因為澳門生意 做外貿 全部都來 香港開埠之後 吸引了很多他們過來 後來我們 找找找 原來 當時在澳門做生意 原來有一批死在廣州 原來在廣州 旁邊的黃埔土 都有一個拜佛教墳場 墳場都有幾十個墳 後來衰敗了很久 最後怎樣呢 結果我們那班搞歷史的 搞搞搞搞 查出來 最後廣州市政府 又將它列為廣州的文物 你問了好東西啊 這次 悔不悔不悔 你看 這些 Parsy 你看到的 很多很有名的人 包括香港大學創辦人 捐了萬五人 在港大叫摩地 現在 摩地道 尖沙署的摩地道 見到他 另外是律敦子院的創辦人 J.H.律敦子 鄭醫師約 對 另外還有香港 混血兒 立法會議員 羅玉和 現在是 玉和 另外還有 迫禮 迫禮是甚麼人 還有 還有前立法會議員 鄧律敦子 另一個 不是醫院那個 醫院那個叫 J.H.律敦子 這個叫 鄧律春子 還有 天星小輪前身 九龍杜輪公司 所辦人 米泰華拉 經商專才 幫香港開埠 做了很多事 是啊 你看 現在看 先說明這個波斯墳場 是他們建的 現在為於香港跑馬地王 黎聰道養和醫院後面 1852年落成的 你看香港1842年 開港 十年後就有個墓園 當時已經反映大火格有他們的 殯創需要 然後 他的門口有寫著字 就用英文寫著 墓園裏面就是 帕什人 所安葬的本國之人 帕什就是波斯 或者叫做 那班人 你看到 摩地 很長命 1838年出生 1911年才死 勒敦子1800年出生 1960年才死 成八十歲 鄧律敦子 1903年出生 到差不多1974年才死 都成七十一歲 你看 其中一個說法 因為拜佛教這班人 他的生活紀律很嚴肅 是啊 所以你又不會於酒 又不會 不准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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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變成他們的生活紀律 和清淡的生活 和健康很有關係 所以你看 他們這班人 我覺得 港澳來講 我們早期搞銀行 搞東西 搞宋戒 金融貿易 很多都是他們 港澳不是黃埔島 是廣州的長洲島上 有巴斯教徒墓地 巴斯教徒 你人不多才可能養豫 是啊 所以我剛才講到戴耳洞的原因 原來香港早期搞借泰業務 就是這些巴斯人 這些巴斯人是戴耳環 戴耳環多 除了耳環大 聚一聚 那耳洞就很大 所以我們利息價高 不高就無法達 所以香港人叫高利貸 或者借錢的人 叫大耳洞就這樣來 其實就是專注這些 波斯 也是很原始的金融服務 即是波斯千印度的 拜火教徒 現在 說回黃埔 找回黃埔的資料 原來他是長洲島黃埔區 講到說黃埔也對 是黃埔區上面 一個叫朱邀江 一個山崗 這個山崗很棒的 是背山棉海正對著朱江 可能 風水也看了 是啊 可能沒有以前的幾十個 但是經過破壞之後 現在只剩了十個 從北向南排列 每個就相隔 兩到三位 最早一座墓 現在剩了十個之後 是1847年的 最後一個是1918年的 他的砌的方式是中東阿拉伯式的 用英文和 古吉拉特文 即現在 孟吉拉 孟吉拉 孟吉拉就是現在孟吉拉所在的區 孟吉拉 孟吉拉 我們中國古代的書叫胡查勒 他又不是用波斯文用英文和印度的謊言尼克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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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個紀元 對不起 就是用波斯 拜火教 叫做伊斯廷澤則紀元 即是伊斯廉山王朝 最後一個被伊斯蘭教滅國的末代君主 即是年後來紀念 雖然我的皇帝被人滅殺了 我們國家被人滅殺了 但 精神長載 以他的年後 計算到現在 所以到現在只有千多年 好玩的 記憶的東西一定要保留在他們 如果不是不成為一個民族 現在變成名稱居 廣州市撥了專項的款項 對他進行修善 為什麼呢 我有一位朋友出了一本書 廣州的巴斯人 出了一本書 我有一本黃色的書 用這個 是基蘭大學出的 基蘭大學出的 我有一本書 專用巴斯人在廣州活動 一句跟南海神廟 菠蘿神廟 聽到沒有 這是神奇 原來菠蘿神廟 最早是拜火教神奇 即是明教的秘密基地 是 後來才變成海神 假裝海神就被你封茶 結果就變成海神 於是 廣州會出海的船 一定會經過黃埔 就去拜菠蘿神 原來就拜火教 後來已經展出一個 術語叫菠蘿雞 一尾靠癡 那怎麼來呢 這件事就是 原來拜菠蘿神廟 反正清末後有習慣 去買一些手信 跟我們現在買紀念辦一樣 當地有些小販 就把雞毛拔下來 貼了一些 用雞毛貼出來的雞 即是扮雞 即是用雞毛貼出來的假雞 即是跟裝假狗一樣 假雞 這些雞的外號就叫做菠蘿雞 即是拜菠蘿廟 拜菠蘿廟買一隻菠蘿雞 但是菠蘿雞就用雞毛貼上去 所以這個點子就叫做菠蘿雞 一尾靠癡 就是這樣來的 知不知道 一癡也對 即是等於單料同胞 一癡就行 一樣的 關於廣州俗語 血後語 有兩個根癡有關 搞不搞笑 你看到 這班信拜火教人 其實在廣州 圓圓流牆 在澳門 香港 這三個地方 現在還有活動 但是廣州四九年之後 都不准去做生育 都不准去做生育 澳門 現在據我所知 由於生意關係 都已經過了香港 另外一件事 只是有人拜祭山 沒有人住 另外一件事 如果我沒有記錯 可以提醒 我們看看沒有錯 另外一件事 他們適微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對於 所謂的族內通婚要求高 你不是拜火教徒 或是巴斯族 基本上 不可以分家 所以到現在 也有二十多萬人 所以你不只要 愈宿愈少 除非你說 再跟印度那邊 交流密切一點 那就另一個 很不同的方法 其實應該 生多女兒出來 招募都女婿進來 反正印度教 什麼神都賣 你跟上鏡 換了牌子 就像我們中國的武姓 本來是拜鶴妃 不買關公 印度 還有 拜火教裡面的神明 跟印度教是一樣的 知道嗎 最典型裡面 我查到一些神 那個雷神 即是本閃健的神 他忘記叫什麼名字 反正這個神 其實原來 相等於印度教的 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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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都一樣 所以 你會轉一轉 當不難 他不喜歡 拜晚士達 就拜下面這條靠 改成同一件事 但他們是堅持這件事 沒得改 等於有一個教 現在全世界最危險的宗教是哪個宗教呢 只剩下二千多人 三千人都不夠 其實以前更憑 只剩下五百多人 以色列立國之後 因為他穩定了 把他當保護少數民族 叫做猶太教的薩瑪利亞支牌 都是屬猶太教 他這個支牌是住在哪裏 住在劇貓 香港叫加密山 就是那個聖地 他認為加密山頂才是真正的聖山 不是耶路撒冷的聖山 為什麼呢 原來這批人是這樣的 原來薩瑪利亞人當年從猶太回來的時候 有些祭司 有些人娶了巴比倫女人 以色列認為這批人不夠順堅 很不夠順堅 不受理反 不准回耶路撒冷 真是差 法西斯 看得很法西斯 真是差 結果如何呢 他們就拿著幾千人 於是自己跑去加密山 就認為這才是聖山 又不能夠說他坐得下 他自己誘了自己的摩西五經 那摩西五經的神的名字跟他不同 猶太道聖經的神的名字 就叫Ilohim Iloh Ham 是中掃的 他說我們的庚神證 我們叫Ilo 我們單掃的 我們才真正一起咬 事實上的內容 十至八九 分之九十五 但這件事印證你剛才的論述 的確就是 你那個所謂的猶太宗教 是抄拜火教的 有份抄的 所以為何去完巴比倫 翻轉頭那一刻 你開始分了兩個字 兩字就不一樣了 兩個都摩西五經的 兩套不同的 你看到那個進化論 從宗教進化論來看 是印證到的 好搞笑 現在這一支就慘了 因為他的教義和猶太家差不多 所以慢慢他就喜歡逐內通分 就流失了 不斷流失 就是這樣 聽說現在只有三千人都不夠 我想稍後 你說更少都有 穩定 他們五百多人最少 後來生了兩三千左右 聽說最近十年八年 因為以色列教育機率太好 經濟發展漏快 我走到贏路撒冷 特拉維富做事 沒有理由說我三百多一支派 都說你一接觸了外面之後 自然的宗教氣氛沒有那麼濃厚 就淡快就散了 正常的 你不跟西藏 西藏其實呢 共產黨侵略西藏或打沉西藏 益了西藏老的 以前的四大支派 糖水滾糖瑜 在西藏 現在西藏的人口少了二百多萬三百萬 其實西藏我們計算過的人口 從吐霸王國到現在 如果一向沒有現代科技和現代耕種技術 其實一直是一百萬人到一百二十萬人 變化不大 變化不大 米做不到 小麥做不到 大麥做不到 煙麥做不到 只要做哪一隻麥呢 做了一隻高內漢 叫青蛤 青蛤 吃了尖巴綠色的 像屎一樣的 珍巴 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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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捉 油脂點 養了那麼多人 共產黨之後就不同玩法了 一把四大教派 四大法王 全部散了 尤其是走到印度 有些印度 有些走到台灣 大部分印度 大部分法王的印度是石金 只剩下班禪 但去到印度又真的是 蓬勃得很緊要 沙家法王現在 和女王的沙家派 沙家法王為什麼經常走到台灣 台灣的信徒多 信徒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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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不知啊 你看到的 洪教當然走去北丹和石金 達賴的皇教走了 現在達蘭沙拉 大寶法王本來就在大陸 結了17歲的包袱 爬雪山也走到大陸 現在四大紅白花 紅白花王 其實生了出來的 而且有些在印度 有些放磅命生的嘛 西藏沒有種生子女的 現在去到印度 天然荻差很遠啊 現在 你怎麼上面 西藏二人生兒子少呢 一生兒子多 又怕田被人分開 養不開家 養不到那麼多人 三兄弟四兄弟 一個老婆 是啊 生了三四個 應該這樣說 要一妻多夫 就是 一妻多夫有條件的 當然後來四九年五八年之後 現在沒有了 現在沒有了 禁止了 不准一妻多夫 一妻多夫又不行 一夫多妻又不行 現在只能一夫一妻 問題就是 你的分析說 恩和德福就去了一些 較為富庶的地方 法曬達 所以現在我覺得巴斯教徒也是一樣的 那些白火教 你現在澳門的人全都走 廣州都走 都走來香港 香港好像沒有什麼補充 沒有 為什麼沒有補充呢 聽說是因為 印度方面現在經濟發展挺好 是的 特別是班加羅爾 孟米 發到豬頭 幾十年 公要起飛 金鑽大國 其實印度投資好過巴西 沒有限大價 最重要是他本身是 那裏土生土長 我本身是賺錢 我怎麼走來香港 他不需要那麼山長水源走過來 是的 所以現在大問題是 他現在跟巴基斯坦不同 你以為現在香港的巴基斯坦人 越來越多 所以經濟是不好 他這邊反而有人接債 就是這樣 巴基斯坦和孟加拉 因為回教徒 我覺得回教天生經商有問題 又不准收利息 但他們都是經商高手 講數起碼很厲害 他不會做第二孔 但做新的也不是蠢 高賣低賣是OK的 以貿易來說是很厲害的 但他不能做金融 他不可以收利息 不可以收利息 越港澳 興港澳 但現在越來越低賣的原因 其實不是他們蠢了 而是因為印度旺了 我沒理由才能調到香港 而且你以前做生意 和現在做生意 有一樣不同 什麼呢 現在英國留在這裏 都會信給你 你現在除非本地化 都會變化了 廣東話很流利 看就像是華人 反正你要取生意 都會很難 有識普通話 普通話 外圍環境變化 很厲害 這是一個大問題 等於現在澳門的 是普通人 經商越來越少 做公務越來越少 現在越來越多 什麼就隔離我們澳門 因為我們那群小子 去埔國讀書 旅行都需要拐回 拐回 拐回 全港門一叫他 直接反應 拐回 你看 萨拉馬哥那本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萨拉馬哥的名著 修道院記事都是 裡面一提到澳門 就是跟財富 金藍 珠寶 絲綢 東方財富 今晚因為技術問題 提早收 提早收 因為沒有電 我們都沒氣 要探一下 今晚先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稍後 最新節目公佈的安排 會提回大家的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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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